新闻两岸快乐平 大家好我是李璐 日前香港警察依法拘捕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人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竟然扬言要 制裁参与拘捕行动的香港官员 对此外交部进行了坚决反击 除了蓬佩奥之外 那么民进党当局自然也不会放过 这个蹭热度的好机会 民进党当局及其一些头面人物 对香港警方依法拘捕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员说三道四 那么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 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制裁违法分子天经地义 民进党当局大放厥词 再次暴露其不自量力乱港谋独的邪恶本质 台湾岛内的某些人选择在这个时期 主动跳出来给自己加戏 除了配合美国特朗普政府上演最后的疯狂之外 那么还有自己乱港谋独 蓄意攻击一国两制的嫌恶用心 岛内的某些人为乱港分子发声 那么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虚假口号 而是为了煽风点火 企图让香港继续乱下去 以扶持港独而令两独河流 互相勾结沆瀣一气 从而进一步毒化台湾 要知道自从2019年的香港修理风波以来 那么民进党就借机炒作声称支持港人争取民主自由 并大肆抹黑一国两制 从而转移政绩不章的焦点 并且由此尝到甜头 民进党连任后比起第一任期更加嚣张狂妄 香港稍有风吹草动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岛内某些人就跳出来给乱港分子撑腰 他们真正的目的就在于继续鼓动香港暴乱 破坏祖国的和平统一 与港独狼狈为奸 利用民粹主义营造两岸敌对态势企图达到分裂目的 但是一个在台湾岛内扼杀言论自由搞绿色恐怖的民进党当局 说要帮港人争取民主自由 有说服力吗 民进党常常把言论自由挂在嘴边上 还不断的批评别人如何如何独裁 其实最独裁的就是民进党自己 前不久刚以莫须有的罪名 关闭了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同的中天电视台 那么有独断专行的不顾民众的反对 开放进口瘦肉筋猪肉 如果说起独裁专制 那么民进党自己就是典型的代表 实际在是没有资格对别人指指点点 民进党当局这一举动不但影响不了香港的局势反悔 进一步的暴露了自己的虚伪和双标 新回来按快日评 我是李璐再会